那昨天抽號碼的時候其實陳時中他是抽到12號 所以呢就網友笑說是12號 12號或是12號 所以那個立委委員會一直公開 那是發文說因為還不能行惡毒 藍白河讓首席的市長選擇變得很厲害 其實網路上的言論喔 其實當然都是網路他們自發性的評論 但是我想在整個選戰過程 大家還是回歸到選戰的主軸 我們關注候選人端出的政策牛肉 我也會持續的透過這樣的方式 深入基層跟民眾對話 了解大家的需求 告訴他們我對台北未來破壞的願景 讓我成為市民最好的選擇 委員現在因為這個議程有點升溫的跡象 那中選會說只要確診就不能去投票 會不會擔心一場到現行 其實投票是憲法賦予人民非常重要的權利 不得任意的剝奪 現在相關的政策我們看到也逐步走向開放 那相關的措施也應該是朝這個方向來做調整 所以希望行政院中選會應該要能夠適時的做一些修正 而且要提出相關的配套措施 委員昨天號次出來 但在網路上有一張被篡改的號次表 可以做連結 那你怎麼看這樣子的假文是嗎 所以我要在這邊鄭重的跟大家說 我是六號六六大順台北出文 李彥秀是13號 大家堅定支持我們的好議員李彥秀13號 六號講萬安 六六大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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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期見 他的 iPh colocar 劉博nier 마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